好继续带来看到能高安东军山难 一名华裔美籍夜姓女教授失联 那么搜救人员经过多天的搜查 25号在大陆池附近 发现了夜姓女子已经身亡罹难 并且也出动了空情直升机 顺利将遗体吊挂下山 华裔美籍夜姓女教授及两名友人 找了两名协作及一名领队组成六人登山队伍 18号从南投出发盘的能高安东军路线 不幸遇到山难 搜救队伍21号上午巡火呈现领队 已呈现欧卡状态 但没有看到华裔美籍女三友的身影 经过多日搜寻直到25号 才在大陆池附近发现已经罹难身亡的夜姓女子 前几天的天后不佳 所以我们虽然有申请执行机的空刊 甚至于要执行调挂 但是都因为云雾太重 无法执行本项任务 今天好不容易天气放晴 我们也把握了这个机会 也非常幸运的 刚好天后状况许可 所以我们的直升机空刊 也发现了另外一位失联已久的夜姓老师 也刚好利用这个好天气的机会 我们把两位遇难的三友 都平安的掉下平地这边 然后也后续交由家属 还有警方做后续的处置 发生原因初步判断 在出发时领队们就已经知道天后不佳 但三友们坚持 领队只好陪着三友继续原定行程 不料因此酿成不幸 而知神登山教练也表示 在攀登高难度三遇时 自我保护装置一定要有 除了公用帐篷以外 自己的求生帐天幕也必须随身攜带 才能在意外发生时 有效提供折风避雨的功能 避免出现失温的风险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